但是仔细一看呢 这些朋友有非洲的 甚至北朝鲜的都有 就没认识几个中国人 因为我们生活在 外国留学生这个圈子里头 这个学校 北大外国留学生 现在就更多了 那个时候大概是500600多人 已经是一个自己的一个小社区 那么你要不主动走出去 其实日常生活也没有必要走出去 吃的喝的什么都有 自己学习这个 反正这个生活环境 它是一个小的社区的环境 那么我意识到这一点以后 我在中国已经两个多月 没认识几个中国人 招了一帮很有意思的非洲哥们也挺好 但是想多认识一些中国人 从此以后呢 我就特别主动的去走出去 创造这样的机会 因为这样的机会并不是被动的就来 我想在加拿大可能也如此 在中国也如此 从此以后呢 主动的走出去 也有了很多的机会 也就因为这样积极走出去 一个偶然的机会 接触到了中国的相声艺术 其实我认为相声是帮助我 进入中国主流的一个非常关键的 可以说是一把钥匙或者一个窗口 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专业的相声演员 但是在尤其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呢 相声绝对是一个主流的艺术形式 是大众媒体的一个主流艺术形式 是语言的艺术 又是深入生活 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 其实非常的生活化 那么我去积极的去学 去接触 拜江口美诗 又开始学 在那个时候 外国人说相声 基本上是没有先例的 外国人没有说过相声 这个不是外国人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我非常喜欢 我非常感兴趣 我刚开始做 当然观众给我的反馈也很好 但是我觉得可能最早的那些节目 更多靠的是一种新鲜感 没见过外国人说相声 靠这种新鲜感 可能对我要求不是特别高 自己特别努力 一直在学 一直在学 一直在进步 其实到一定的程度上呢 有不少次导演曾经跟我说 你现在学的有点太好了 因为我们喜欢看你的节目 毕竟是一个喜剧节目 我们想笑 我们就喜欢看的那种洋腔洋调 傻老外的那种形象 你要现在说的比中国人还好 那有什么意思呀 会不是每个礼物都是一个国家 都要找他 是的 我们然后在这种洋匕 prospects 都是一个긴油客的 质量把 이整体的被稳犯了 也就是复彻瞬山 那种汇文